大家好,外面的那个小姐姐是一个模特,2017年她是我们的邦的第一名,大家好,我是马尼,印度人,我们印度这边疫情越来越严重了,已经有1000多万个人切诊了,everyday大概有2万个人切诊了,美国那边现在已经有18 million,everyday那边切诊的人2万多, 那边死掉的人已经有30多万了,印度跟美国一样,很多人都没有生意,没有家,没有饭吃,他们在外面流浪了,印度也是一样的,中国那边控制这个疫情是很好的,才他们的疫情也是越来越好,我一个中国朋友在深圳那边,他说他那边切诊了一个人,他们的全部那个City or society都关了,就是封城了,不是封城了, 这个控制的太好,没有别的国家控制过这样的,所以呢,因为是这个其他国家的疫情是这样的,中国的疫情是越来越这样的,应该是控制的最好,我这几天又听到一个好消息嘛,就是中国那边已经做了疫苗了,很多国家都跟他们要拿疫苗, 不管哪一个国家的疫苗是做出来,对每个人都有好消息,现在是中国那边做了那个疫苗嘛,我们印度这边也是下个月开始,先打正那个政府的人,才大概六七个月以后才正常的人可以打正的那些疫苗嘛,每个人都可以有正常的生活, 比如说我酒店,我酒店里面主要就是来中国人嘛,因为是疫情,中国人都来不了,我把我酒店关了,酒店的工人就失去工作了,现在中国那边有疫苗,中国那边有疫苗,他们就不会来印度了,因为是印度的疫情比较严重, 两个国家有疫苗,搞不好我又开我酒店,我可以叫我的工人回来,给他们工作了,他们家人都开心,疫苗就是很重要的,所以这个每个地球上的人的希望,就是疫苗越快越好,越好,我今天在光子宫这里,你们可以看到, 我就今天收到这啊,拜拜,帮助我,我的妈呢,漂亮啊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